捷運中和新爐縣還沒有通車的最後兩站 丹鳳站和回龍站 交通部在今天會同了捷運局的相關人員進行旅刊 復召集人表示旅刊過程大致順利 只有一些小缺失 按照以往的經驗如果沒有太大問題 通常一個月內就能通車 各位旅客請注意本站發生火災事件 各位旅客迅速迅速離開車站 捷運站警鈴響起一時間 車站車廂內濃煙密布 大批工作人員連忙動起來疏散旅客 消防人員隨後趕到 取出消防管線象徵性的撲滅火事 14號下午捷運局針對中和新爐縣 丹鳳回龍兩站進行旅刊 一旦通過整條路線將全面通車 未來只要花上半個小時 就能從終點站回龍 一路坐到市中心的中校新生站 目前都沒有太多的問題 都很好 旅刊過程很順利 卻依舊發現幾個小問題 包括緊急逃生梯的照明燈似乎不夠亮 車站外頭停放腳踏車的停車格 一旦被停滿 將佔據大量人行道空間 行人很難過得去 甚至還在廁所裡頭發現不明物體 那個是他們在做模擬演練啦 模擬演練完以後忘了拿開啦 那沒事 終點站回龍 依照網例如果出刊 旅刊都順利 通常出刊後的一個月內 就能通車 也就是說最快這個月底 整條路線的最後一塊未通車拼圖即將完成 郵電TV陳天宇 吳登麗 新北市報導 請下臨 請下臨